《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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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8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鍾家衛 首先是新聞提要 習近平突然示好 美國如此回應 海外派出所野路多國 加拿大荷蘭啟動調查 英國首相上任出招 要關閉英國31間孔子學院 中指參古德國碼頭 被奪戰略紅利 南韓開放免簽 百名越南客入境後失聯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除著中共二十大落幕 外交部長王毅進入中央政治局 諸美大師秦剛 也成為出任外長最熱門的人選 正當西方預稱 北京將更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 和美國對抗之際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26日突然向美方發賀信示好 請中方願同美方和平共處 引發多方關注 中共黨媒新華社27日報導 習近平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年度頒獎萬彥至賀信 稱當今世界既不安寧也不太平 中美雙方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 中方願同美方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 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 這封賀信引發關注 在此之前 外界普遍認為 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顯示 未來美中關係更具挑戰性 中共和西方的互動也將發生變化 中共正在準備與美國對抗 習近平在二十大上 要求中共軍隊練兵備戰 提高迅速戰鬥力 攻台時間表提前更甚囂塵上 中方發賀信的同一天 拜登公開表示 美國不慘求與中國發生衝突 他表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知道這一點 這是中共二十大確立習近平的地位之後 拜登首次公開提到中共領導人的名字 也似是對習近平發賀信是好的回應 但是 拜登在會見國防部長奧斯丁 美軍參謀長連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 及各兵總指揮官的同時又說 提升美國軍力是這屆政府工作的優先事項 美國要以無庸置疑的世界最優秀的軍力 應對各項全球性挑戰 提到中共的時候 他說 我們不必發生衝突 但必須負責任地管控 與中國越來越激烈的競爭 維持我們的軍事優勢 而且在拜登做這些表述的同時 美國各部門也正在各自行動發出信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多次示警 指中共不再接受台海現狀 將對台灣加強施壓 而美國數十年來 都堅持必須以和平方式 處理及解決其見 警告中共不得片面改變現狀 尤其是使用武力 美國近日與新加坡戰略對話中 聯合聲明也首次提到台海 美日韓的三方會談 也一致強調台海必須保持和平 在美國本土 美國軍方正努力招募新兵 已贏得未來的戰鬥 美國陸軍正大力投入研發 希望取代老化的軍事基礎設施 而美國空軍大學的一個智囊團 日前更發布一項研究報告 公佈中共火箭軍的軍事機密 無疑是狠狠地令中共無面 和對它發出嚴重警告 同時 美國太空軍將大幅增加資源 應對中共威脅 美國太空作戰部副部長 大衛湯普森將軍 General David Thompson透露 美國政府明白需要給太空部隊更多資源 以應對中共太空計劃的快速進展 荷蘭媒體近日發出驚呼聲 告知荷蘭民眾 中共當局在荷蘭建立了兩處非法派出所 一個設在阿姆斯特丹 另一個設在綠特丹 聲稱它的工作是為中國公民提供外交幫助 但並未向荷蘭政府申報 這些說法已經得到荷蘭官方證實 荷蘭外交部於26日表示 當局已經開始調查 國內兩處為中共政府服務的海外警務服務點 荷蘭發言人明確表示 這些非官方的警察點是非法的 而媒體更進一步揭露 這些警橋事務海外服務站 被用來試圖壓制在歐洲的中國異議人士 非政府組織保護衛視 在今年9月公布的 《110海外失控的中國跨國公安報告》 稱中共兩個省的公安部門 在五大洲的29個國家 設立了54個海外警務服務中心 其中大部分是歐洲 被發現的國家中包括西班牙9個 意大利4個、英國倫敦2個、蘇格蘭格拉斯哥1個、加拿大多倫多3個 隨著各地派出所不斷被曝光 中共掩蓋不住事實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6日對外洗白 此口否認說 這些報導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政府充分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 海外派出所實際上是中國公民在海外的服務站 但居住在荷蘭的博士研究生趙先生 向《大紀元》表示 自己曾經試圖通過這個被稱為海外110的警察點 辦理身份證更換的業務 但他所提供的服務僅限福州籍華人華僑 他指出 在全球各地設立警橋站想必耗之巨大 但服務對象卻疑似受局限 當局設立海外警橋站的真正意圖更值得懷疑 如今 荷蘭外交部發言人霍文康普公開表示 荷蘭司法和安全部長及外交部長 已經注意到了非政府組織保護衛視的報告 並嚴肅看待他的內容 外交部目前正在調查這些所謂警察中心的活動 當我們對此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時 將採取適當的措施 而加拿大也開始動手調查 加拿大國會指出 中共對加拿大社會的潛在威脅 包括在多倫多設立了三個警察服務站 專家指出 這種行為恐怕侵害加拿大民主人權 加拿大王家騎警表示 已經啟動調查這些服務站是否從事任何違法活動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負責中國地區的主管埃普表示 如果服務站涉及類似恐嚇騷擾等行為 是絕對非法的 目前正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 再決定如何與中方交涉 除了以上兩國 由國家政府部門牽頭展開調查的 還有愛爾蘭和西班牙 隨著事件不斷發酵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加入 形成驅逐這些中共海外公安據點的西頭 英國新任首相辛偉成 早前在競選保守黨黨魁時 曾經形容中共 是英國在世界安全和繁榮方面的最大威脅 又承諾一旦當選首相 將關閉國內 全部共31間孔子學院 英國媒體25號引述消息說 新偉成上任後 英國官員正在制定一項禁令 關閉所有在英國境內 正在開辦的孔子學院 已兌現新偉成的競選承諾 據了解 目前英國一共有31間孔子學院 數量為全球之序 由英國和中共多所大學 和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 共同推動 不過英國保守黨 近來對中國態度轉為強悍 英國前首相卓慧斯 也首次將中共 列為英國國家安全的迫切威脅 令中英關係持續緊張 新偉成日前和拜登通話中 也主動提到 澳英美三邊的安全夥伴關係 Aurkis 有利於抵制中共的惡性影響 另據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旗下的觀察家報 The Observer 報導 隨著英國政府 逐漸淘汰孔子學院 英國跨黨派議員正在和台灣交涉 希望能從台灣引進中文教師 預計未來 中共在英國的孔子學院 會逐步被台灣的中文教學所取代 中共央企中遠集團 收購漢堡港碼頭股權 在德國引發了對國家安全的強烈擔憂 和巨大爭議 並遭到內閣六個部門的反對 在26日 德國政府批准了參股計劃 但是中遠收購的股權 從原來計劃的35%降低到24.9% 但對安全的憂慮並未平升 去年9月 中遠集團提出以6,500萬歐元 收購該碼頭35%的股權 德國經濟事務部26日表示 索爾茨內閣僅同意 中遠集團收購漢堡港 福地碼頭25%以下的股份 德國政府表示 批准中遠入股 並不是部分出售漢堡港 而只是出售一個碼頭的股權 而且政府禁止中共收購超過25%的股份 德國政府發言人霍庫曼說 24.9%的最大上限確保了中方 不會有任何戰略控制或戰略參與 而只有沒有發言權的參與 德國經濟事務部發言人補充說 中方收購者會被禁止制定戰略性的商業或人事決策 所以他無法任命總經理 無法在商業決策中扮演戰略角色 但仍有分析認為 即使只得到了低於25%的股權 對中共來說 也等於是在雞蛋上敲出了一道口子 未來仍然可以通過經濟利益來影響 甚至收購當地的決策者 不僅內閣部門 在德國經濟界甚至學術界 同樣存在針對這筆交易的批評和警告聲音 德國經濟研究所DIW所長 法拉茨-歇爾贊文評論說 允許中資入股漢堡港碼頭是非理性勝利 這種經濟好處是暫時的 而從長遠來看 這個決定是致命的 打破了在未來 推行以價值觀為主導的對外經濟政策的承諾 削弱了歐洲價值觀 南韓襄陽國際機場 自6月1號起 開放5人以上越南旅行團免簽入境 其間約100名越南人 以觀光客身份入境後失聯 越南外交部證實並就此進行了解 南韓方面事後自10月23日至31日 暫停接收 自襄陽國際機場入境的越南旅客 越南青年報報導 有120名越南人入境南韓之後失聯 南韓的越南社群在網絡也證實了這件事 但南韓旅遊發展局駐越南辦事處解釋 南韓廉價航空、江源航空 較早通知合作的旅行社和夥伴 暫停接受越南旅客一事 只針對江源航空的旅行團 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氏秋行對記者表示 他們聯絡了當地有關單位 查證和了解更多細節 對於越南人以觀光客身份 入境南韓出現簽證預期 非法打工等事 黎氏秋行說 越南外交部將聯合其他有關部門 防範這種違法行為 而江源航空暫停接受越南旅客 該公司說 是為了讓地方有關單位在試行期間過後 對峙陽國際機場入境的越南旅客 簽證發放進行重新規劃 在這次跳機事件發生後 南韓旅遊發展局駐越南辦事處表示 對越南旅客自襄陽國際機場入境的 免簽政策將如常實施 在接近期間的該公司 噤到新規劃 在這次跳機 對越南旅客 在這次跳機 在這次跳機